我其實有買一些小箱 就是我很喜歡買這種針管式的 就如果你第一次不一定你會想要直接買大瓶的 你就可以先買這種小針管去試試看 哈囉大家好 我是貝麗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主題就是 要如何選擇噴香水的時機 那其實我從很小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噴香水了 然後也超級喜歡香味的 我還記得我幼稚園的時候 我最喜歡的繪本竟然是有香味的那種繪本 你們知道有一種繪本 它就是你每夜打開 然後就會跟你說這個是蘋果的香味 這是草綿香味 然後就有可以聞這樣 我大概從國小國中的時候就開始它香香的乳液 然後高中的時候才開始買了第一瓶我自己的香水 我的第一罐香水是那個Benefit的一罐香水 就是那種甜甜的 然後也不會讓人家覺得很有負擔的那種香味 我手邊我先跟你們分享一下我有哪些香味 JOMALONE的話我第一罐JOMALONE是 英國里小蒼蘭 那個大家都超愛的 然後這邊是我手邊的香水 就是蠻有香水的 可是我小蒼蘭那一瓶已經噴完了 然後它上面都會斑駁 也不知道多久了 然後我是在威風買的 然後這幾罐呢 這個是海鹽的 然後這個是玫瑰 然後這個是橙花 然後這一些我都是在英國的時候買的 超便宜 好像1500左右吧 1500、1600這樣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上面你們看喔 你們看 它上面竟然有JOMALONE那個色正界的標誌 然後這個香味它是 就是一個限量的香味 好像是甜點系列 然後香味就是那種 檸檬塔啊 或者是那種 甜甜馬卡龍的味道 很舒服 然後不會那種覺得過甜過膩 然後是我目前最喜歡 無論去哪都可以噴 很實用的一款香水 所以我就是買了他們的最大罐 這個是 這個是100ml的 就是他們最大罐這個 就可以噴超久 這個是他們的30ml的香水 那這種通常就是想要收藏啊 或者是想要去搭配任何一種香味的時候 就是我覺得這種小罐就夠了 這三個味道我覺得都很蠻實用的 像這個海鹽啊 海鹽就很適合男生用 然後再去噴一些男鄉 就不會覺得太剛烈 或是太重心的味道 這個 女生單噴也很好聞 然後這個海鹽很實用 它可以搭像是花系列的 也都蠻ok的 我覺得就是很清香 然後很好聞 順便說一下就是JOMALO他們的香水 就是你要噴在衣服上 不要噴在手腕這樣搓熱之類的那樣子 稍微容易不見 那你就如果噴在身上 我覺得都可以維持到蠻久的 還有一些套裝組 就是出國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買一些香水套組 那這些香水套組 就是如果你沒有噴過啊 或者是 你就是想要買收藏的話 就很適合買他們 那第一個 我就先來說一下這個 這是 Biredo最近很有名 可是可能還是有蠻多人不知道他們的 Biredo這個 這個 山入的套裝 我之前是在 去德國的時候買的 看他們就一個很大的這個B 那時候在德國的時候 就是可以選 三個 就是你可以選三個你喜歡的味道 最喜歡的是這個 Ross of No Man's Land 然後 它是玫瑰香 但是它是有點中性的玫瑰香 如果是男生噴的話 我就覺得很有文藝氣息的男生 會噴的香味 就是很中性 可是女生也可以噴 你如果女生噴的話 我就覺得那個女生是一個 很獨立 然後 很有內涵的一個女生會噴的 他們家香味就是很特別 如果你是一個 不喜歡跟別人一樣 然後喜歡 比較中性啊 然後比較 西方的那種香水味的話 我覺得這個 滿適合你們可以考慮看看 這一間 Heligus 你們看這上面有金標 這個 超美的 然後它是這樣 拉出來 一組 是不是超美 這個就是小莫樹的 就是有12345 五種香味 他們好像50ml 在台灣就要賣5000 超貴的 然後我記得Nancy 之前有 她的愛用品 沒有這個香味 然後 我 蠻喜歡這個味道的 但是這幾種香味 它就是很 都非常非常的西方國家的那種味道 我每次去國外出差的時候 就會聞到他們的身上 味道就是那種 比較濃一點 然後比較 可以比較持久的香味 然後這邊就是先介紹 比較禮盒類 香水 讓人家感覺出來的氛圍 我們先來說是夏天 夏天就是適合噴一些清爽的香味 然後不要太甜膩 然後也不要太濃 太重 如果是夏天呢 如果你今天是要去 出去玩 那我就推薦你們噴一噴這個 Benefit的這款香水 記得滿多人也喜歡這個香味 這個味道就是 很舒服 然後我覺得春天夏天 都滿適合用的 但是它相對的就是 會比較沒有那麼持久 因為夏天你也是溫度高啊 你的香味就沒有辦法 維持那麼久 超香 Benefit的這款香水就是 充滿了我的青春 以前大學的時候 很喜歡買Benefit的東西 尤其是他們那個蒲公英的 腮紅蜜粉那種 那這個就是 有一點那個腮紅的味道 我覺得甜甜的很舒服 就是很好聞 夏天呢 那我還有推薦可以用的香水是 剛剛介紹的 JOMALON他們的海鹽 我覺得海鹽真的 就是聞起來很清爽 就是你會覺得很放鬆 我覺得JOMALON他們的香水 就是會讓人家覺得很放鬆 那海鹽這一個我覺得 它非常的實用 就是如果你在春天夏天 甚至你到冬天 你可以配一些冬香配這一個 秋冬的香水 我其實蠻多香味是秋冬香的 因為中性香 你可能就會比較偏一點 冬天使用 像是熱香類的啊 他們就會比較適合冬天用 我其實有買一些小香 就是我很喜歡買這種針管式的 就是如果你第一次固定 你會想要直接買大瓶的 你就可以先買這種小針管去試試看 然後我之前就有去試這個 CREED他們家的Royal Wool Youtube的Wiki他介紹的 這個真的是超級中性的耶 他這個就是讓你覺得 你就是一個很獨立 然後很比較很有自己魅力的女生 這個一噴上去我就覺得 你是一個很沉穩 然後什麼事都可以一手包辦 那種很成熟的女生 會有的香味 可是這個真的超濃的 這個非常濃 我噴兩下我就覺得 我的房間充滿了這個 Royal Wool他們的味道 這個香味就是非常的西方 不是台灣人很多人會去噴的 如果你很喜歡很特別的香味 我覺得你可以去看看他們家的香水 這個是我買了一個這種大小的 MFK他們的永恆之水 這個就很多人形容它是 你的香水櫃裡面一定要有的香味 就是如果你的衣櫃裡面什麼衣服都有 但你一定會有這種 一定會有白襯衫 它就是那個白襯衫 然後這個香味呢 也是偏中性 可是我覺得 就是甜甜的 然後很舒服 然後很清香 但如果你在夏天噴的話 我覺得會稍微有點濃 假設 如果你們今天是要去約會 白天要去約會的時候 我非常非常推薦你們噴這個 這是超貴的 這個牌 這個 它是肌膚制藥的香水 這個真的是 好 我覺得你從白天可以直接噴到晚上 就是 它也是一個很實用的香水 你走在路上 女生或是男生都會回頭想要問你說 你到底噴了什麼香水超好聞的那種香水 它是玫瑰的香味 我相信每個女生應該都蠻喜歡玫瑰的吧 但是它不是那種 你擦護手霜的那種玫瑰 它是 因為幾乎知道他們的玫瑰就是 從很多很多玫瑰 那種頂級玫瑰去提煉出來的那種香味 就會讓人家覺得 是一個很高級很有質感的女生 會噴的 玫瑰香 可是它的價錢真的是 就是蠻貴的 這50ml 但它要7000 如果你們對這酒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肌膚之家的櫃上試噴看看 然後所以你的約會的時候 我就覺得蠻適合用它的 因為它就是讓人家覺得 哇好舒服喔 是一個美女這樣這種香味 晚上如果你們要去出去玩 去夜店什麼之類的 有推薦一款香水是YSL的 這個也是算是比較濃的香味 它就是有甜甜味道 但是是適合晚上噴的 你會覺得很魅惑的那種的味道 所以呢 這種香味就是 只能在有點氣氛 或是有點場合的地方 很適合噴它 好 以上是今天的香水分享